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13日报道 美国驻欧洲和非洲空军司令部称 美国两架BLB枪起兵战略轰炸机飞越立陶湾领空 与欧洲盟国演练了协同打击方法 俄罗斯军事专家伊格尔·科罗特勤科认为 美国战略轰炸机BLB枪起兵飞越立陶湾 演习中用自由落体式核弹模拟打击俄罗斯 科罗特勤科表示 这是实际演练对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各种方案 显然 首先演练的是使用自由落体式核弹进行打击的任务 而不是使用巡航弹 他强调BLB枪起兵战机是核武器载体 优先执行核任务 科罗特勤科指出 美国轰炸机的此次飞行不是挑衅而是演习 BLB枪起兵战略轰炸机能够携载核武器 两枪当时从英国机场起飞 抵近俄罗斯边界飞行后在德国加油 两枪在立陶宛和英国航空领导员的协调下行动 后者负责向美军飞行员指明模拟目标位置 近年来 美俄大国博弈 一些小国不得不站队 立陶宛 海沙尼亚 达托维亚等波罗的海三国紧邻俄罗斯 成为美国拉拢的对象 美国此时选择排轰炸机 飞复立陶宛 向俄罗斯示威的意味不言自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